马尼拉掠开眼前的头发 抬头对瑞奇微微一笑 我告诉过你的 不会花你任何信用点的 瑞奇眨了眨眼睛 又抓了抓自己赤裸的肩膀 那你现在准备向我要些吗 他耸了耸肩 露出相当顽皮的笑容 我为什么要 为什么不要 因为有时候 我也可以为自己找点乐子的 和我 这儿没有别人 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马尼拉该以抚慰的口吻说 何况 反正你也没有那么多的信用点 你的工作如何了 不怎么样 但总比啥也没有来得强 强多了 是你告诉那哥们 帮我找份差事的 马尼拉 缓缓地摇了摇头 你是说 格里亚伯安段人吗 我没有要他做任何事 我只说 他也许会对你有兴趣 他会不会 恼羞成怒 因为你和我 他为什么恼怒呢 这根本和他无关 而且 也和你无关 他是干啥的 我的意思是 他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看他什么工作也不做 他很有钱 是历任区长的亲戚 维和区长吗 没错 他不喜欢帝国政府 老区长身边那些人都不喜欢 他说 克里亚应该 他突然停了下来 改口说道 我说的太多了 你可别把我说的任何话传出去 我 我根本啥也没听你说 我也啥都不要听 很好 可是 安多伦 是怎样的人啊 他在九九派的地位 是不是很高呢 他 是不是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哥们 我不会知道的 他从来 没提过那种事吗 没对我提过 哦 瑞奇 尽量的不让自己 透出懊恼的口气 玛尼拉 机灵的望着他 你为什么 那么有兴趣啊 我想和他们接近 我觉得 这样能爬得更高 会有更好的差事 更多的信用点 你知道的 也许安多伦会帮你的 他喜欢你 这点我还知道 那你能 让他更喜欢我一点吗 我可以试试 我看不出他有不肯的理由 而且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胜过喜欢他 谢谢你 玛尼拉 我也喜欢你 非常喜欢 他的一只手 从他的腋下 一路 想吓他 忠心的希望 能将心思 多放些在他的身上 而不是 在他的任务上 葛列布 安多伦 谢顿一面揉着眼睛 一面透着倦衣说 他又是谁啊 多似问 自从Richie离开后 他的心情 每天都是那么阴沉 谢顿说道 几天前 我还从未听过这个人 试图治理一个 拥有四百亿人口的世界 就是有这种麻烦 除了少数 硬要引起你注意的 你从不会听说 任何人 整个世界的资讯 都已经电脑化 传托 却仍是由 无名士所组成的行星 我们可以抽出 某些人的识别号码 和统计资料 但我们抽出的 又是些什么人呢 再加上 两千五百万个 外围世界 这些千年以来 银河帝国 竟能维持运作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坦白地讲 我认为 他唯一能够存在的原因 就是他几乎都在自我运作 如今 他的步调 终于慢了下来了 大道理说的够多了 哈利 这个安多仁 究竟是谁啊 我得承认 自己早该知道这个人 我设法哄又保安部门 调出一些他的档案 他是 维和区长家族的一员 事实上 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员 所以 安全人员 一直在留意他 他们认为 他虽有野心 却是十足的花花公子 因此 只是空有野心而已 那他是不是 和九九派有勾结呢 谢顿做了个不确定的手势 保安部门给我的感觉是 对九九派 一无所知 这也许代表 九九派 不复存在 或是 虽然存在 却已无足轻重 不过 也可能只是代表 保安部门不感兴趣 而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能强迫他产生兴趣 只能感激那些官员 为我提供一点情报 我可是首相啊 有没有可能 你并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首相 多似 语代讽刺地说 不只是有可能而已 或许已经有好几代的时间 没出过像我这么不适任的首相了 但这点 和保安部门毫无关系 他是政府中完全独立的一致 我怀疑 可怜自己对他都不太清楚 虽然在理论上 保安官应该透过长官向他提出报告 相信我 相信我 假使我们对保安部门多点了解 我们会试着把他的行动 纳入心理事学方城市 即使这么做 有些勉强 那保安官 至少站在我们这边吧 我相信是这样的 但我不敢发誓 你为什么 对这个叫 可 可什么的 这么感兴趣 格列布 安多伦 因为 我收到了 瑞奇辗转传来的一封电讯 多似眼睛一亮 你怎么不告诉我 他还好吗 据我所知还好 但我希望他 别再试图传出任何消息 万一在通讯时被人带着正着 那他就好不了了 总之 他和安多伦 有了接触 还有那些九九派 我想没有 这听来不大可能 因为那种勾结 并没有什么道理 九九派运动 绝大多数由低下阶层组成 可以说 是无产阶级运动 而安多伦 则是贵族中的贵族 他和九九派在一起做什么 假如 他是威鹤区长家族的一员 他或许 会觊觎皇位 对不对 他们觊觎皇位的历史久远 我相信 你一定还记得瑞西尔吧 他是 安多伦的姑母 那么他 可能在利用九九派当垫脚石 你不这样想吗 假如他们存在的话 如果真是这样 又如果 垫脚石正是安多伦所要的 我认为 他将发觉自己是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 那些九九派 假若他们存在 会有他们自己的计划 像安多伦这样的人 终将发现根本是 其酸难下 酸 酸是什么 已经绝肿的一种猛兽 我这么想 那不过是 赫里啃上的一句成语 如果你骑上了一只酸 你将发现 再也下不来 因为下来 就会被他吃了 谢顿停了一下 又继续说道 还有一件事 瑞奇 似乎和一个认识安多伦的女人 混在了一起 他认为 他认为透过他 或许能得到重要的情报 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 免得你事后指责我 对你有所隐瞒 多似乎 皱起了眉头 一个女人 我猜想 是个认识很多很多男人的女人 有些时候 在亲密的情况下 他们会对他 他们会对他 口无折拦的 那种女人 她的眉头 锁得更深了 我不喜欢想到瑞奇 好了 好了 瑞奇三十岁了 无疑 已经很有经验 我想 你大可放心 让瑞奇 劳练地应付这个女人 或者任何女人 她转向多似 露出十分疲惫 十分困倦的神情 继续说道 你以为我喜欢这种事吗 你以为我喜欢其中的任何一点吗 多似 无言以对 即使在最得意的时候 坎波尔 丁恩 纳玛提 也不曾客气或和气地对待其他人 此时 十年来的经营 即将面临转折点 使得他的性情更加败坏 他有点焦躁地站了起来 说道 你这一路 真是不慌不忙啊 安多伦 安多伦 耸了耸肩 我还是来了 你说的那个年轻人 你极力推荐的 那个非凡的工具 他在哪啊 他迟早会来的 为什么不是现在 安多伦 颇为英俊的脸孔 似乎垂下了一点 仿佛他正陷入沉思 或即将做出一个决定 接着 他突然说道 在我知道我的地位之前 我不想把他带来 这话什么意思 一句简单的银河标准语 你想除掉哈利谢敦的计划 已经酝酿多久了 始终都是 始终都是 这一点会那么难懂吗 我们理应报复他对 久久所做的一切 即使他未曾那样做 冲着他是当机的首相 我们一定要铲除这个障碍 但一定要拉下来的 是克里昂 克里昂 如果要拉下谢敦 也不能漏了他 一个傀儡 为何让你那么在乎呢 你可不是昨天出生的婴儿 我从来不必解释 我所扮演的角色 因为你也不是个 无知到那种程度的笨蛋 你的计划 若不包括改朝换代 我怎么可能关心呢 纳玛提哈哈大笑 当然 我老早就知道 你把我视为你的脚痕 视为你爬上皇位的工具 那你指望别的什么吗 绝对没有 我会负责计划 负责冒险 然后大功告成之际 你就能坐收成果 这相当的合理 不是吗 是的 这相当合理 因为成果 也有你的一份 难道 你不会当上首相吗 新皇帝将满怀感激 难道 你不能得到他百分之百的支持吗 难道我不会是个新的傀儡吗 在脆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 安多仁挤出了一个讽刺的表情 那就是你所计划的目标吗 当个傀儡 我计划 要当皇帝 当你一文不明时 我提供信用点 让你预知 当你手下无人时 我提供人马 供你差遣 此外 我还提供你所需要的社会地位 让你得以在威和 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 现在 我仍旧能将给你的一切 都收回来 我可不这么想 你敢试试看吗 你也别以为 能用对付卡斯帕洛夫的手段 对付我 万一我出了什么事 你和你的手下 便无法再威和待下去 到时候 你将会发觉 没有别的区 会提供你所需的一切 那马提 叹了一口气 那么 你坚持要把皇帝 杀掉 我没有说杀掉 我是说 赶下台 细节部分 我就留给你了 安多仁 在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 以近乎轻慢的动作 摆了摆手 同时 手腕轻轻地一挥 仿佛 他已经坐在了皇位上 然后 你就成了皇帝 没错 不 不会的 你会死掉 却也不是死在我的手里 安多仁 让我教你一些严酷的现实 如果 克里昂遇害 那么 继维的问题 立刻浮上台面 为了避免内战 禁卫军 马上会杀尽 维和区长家族的 每个成员 而你 会是 头号目标 另一方面 如果只是首相被杀 你却能 安然无事 为什么 首相 只不过是首相 他们来来去去 毫不稀奇 有可能是 克里昂自己 对他感到厌烦 而安排了一场谋杀 我们当然要让 这种谣言 四处散播 这样 禁卫军 就会犹豫不决 就会带给我们 组成新政府的机会 真的 他们自己 很有可能会庆幸 谢顿时代的结束 而在新政府组成之后 我又要做什么呢 继续等待嘛 直到永远 不 一旦我当上了首相 便会有很多方法 可以对付克里昂 我甚至也许有办法 和禁卫军搭上线 甚至保安部门也不例外 把他们都当成我的工具 然后我会设法找个安全的方式 除掉克里昂 让你取代他的位置 安多仁突然冒出了一句 你何必那样做呢 我何必那样做 你是什么意思 你和谢顿 有私人夙愿 一旦他完了 你何必还要冒不必要的天大的风险呢 你会跟克里昂 和平共处 而我不得不退隐 回到我那破碎的属地 拥抱我那不可能的梦想 而且说不定 为了安全起见 你会把我 给杀了 不 克里昂生来就要做上皇位 他的先人 做了好几代的皇帝 高傲的恩腾皇朝 他会很难应付 会是我的眼中钉 反之 你如果登上皇位 则会建立一个新的皇朝 不会有任何强大的传统羁绊 因为你必须承认 过去的威吓皇朝 完全微不足道 你将坐在一个 颤巍巍的皇位上 需要一个人支持你 那个人 就是我 而我将需要一个依赖我 因此我能应付的人 那个人 就是你 好了 安多仑 你我的关系 不是因爱结合的婚姻 那在一年之内 那在一年之内便会褪色 它是由于互利 而做的结合 在我们有生之年 都能维持不坠 我们 要互相信人 你发誓 我会当上皇帝 如果你无法相信我说的话 发誓又有什么用呢 让我们这样说 我会认为你是个极为有用的皇帝 一旦一切安排得万无一失 我马上会要你取代克良 现在 为我介绍那个你心目中的完美工具吧 很好 请注意 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曾经研究过他 他是个不算很聪明的理想主义者 要他怎么做 他就会怎么做 不会在乎危险 不会三思而行 而且 他散发着一种值得信赖的气质 让他的猎物 也会信任他 即使他的手中 握着一柄手冲 我觉得简直 难以置信啊 等你见到他再说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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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